天南地北谈华语 请你吃千层蛋糕 看来周末开车到别的住宅区 看看其他景色也能调剂身心 换上了新的树木 住宅区的景色焕然一新 看了确实心情舒畅 不过更重要的是 到那里解开了一个心结 有故事听 以前我常去那里找一个朋友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他变得不爱理我 给他打电话 他总说很忙 然后匆匆挂断了 给他发信息也几乎不回复 以前不是这样的 该不会是你说话得罪了人家吧 凭什么就一定是我得罪人家 你不知道自己说话太直了吗 还真让你说中了 之前我和那个朋友参加一个社团 常合作办活动 配合得挺好的 有一次我们俩的意见不一致 主要是各自的立场考虑的点不一样 所以 你坚持几件 我和他都坚持自己的观点 最后仇尉们决定采取我的建议 就这样闹翻了 当我认为自己在冷静说话 冷静处理问题的时候 人家觉得我太冷酷 没有顾及他的感受 事后也没有马上和他联系 让他觉得受伤了 那你去他家找他 他愿意见你吗 不可能去他家 有保安亭拦着 我是碰碰运气 到他家附近的咖啡店吃早餐 我知道那个时间他一般都在那儿 遇到了 他看到我的时候很惊讶 我坐下来 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随便说几句 之后我就直奔主题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 为什么他不再跟我联系 那算和好了吗 可能不能再回到从前那样了吧 不过至少误会解开了 焕然冰势 成语焕然冰势 像冰块融化一样完全消散 比喻疑难或误会全部消除 焕然形容嫌隙疑虑误会等完全消除 焕然冰势的换 步手是三点水 可别写成焕然一新的换 焕然一新的换 步手是火字旁 带火字旁的换 表示鲜明光亮 而焕然冰势的换 步手是三点水 带三点水的换 意思是消 消除的消 也指散 散开的散 成语焕然冰势 像冰块融化一样完全消散 比喻疑难或误会全部消除 天南地北谈华语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 李林和谢嘉丽播讲 节目重温可以浏览IFM官方脸书 Facebook.com slash AIFM dot Malaysia 或浏览YouTube频道 搜寻天南地北谈华语